台湖在1992年 被港股超车之后 停号在今年这个情况 有机会翻转过来 有机会 因为剩下400点 那400点老师说 这个只要有一点获利面 来进行推动的话 一下就拉上去了 马上黄金交叉 毕竟台北股市 现在警戒信号灯 还是蓝灯 有一天到绿灯 红灯 那还得了 所以我觉得超越 是迟早的事情 那市场比较好奇的事情是 你看港股层面 如果是从整个 中国FDI来看 因为港股等同于 中国经济的象征 港股基本上 前几大科技股 它也是中国企业 你可以观察到 从FDI 我们看到的海外直接投资 在2000年以来 是没有流出过的 顶多是流入金额 少一点或者多一点 今年是正式的全面流出 那很多人会想说 那香港资金 开始全面流出 所以台北股市 现在受到外资的吹捧 并不是这样的 纯粹就是靠 台湾经济实力 一路拉抬到现在的 怎么说呢 我们如果仔细看 外资的买卖超 外资在20年卖了5000亿 21年又卖了5000亿 去年卖了一兆 今年要买不买的 基本上要买 也买不到2000亿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台北股市反而 从当时的8000点 一路涨到现在万七 它卖了4年 然后8000点涨到万七 谁在买的 不就我们吗 台湾人自己买上来的 蚂蚁最病了 不管是港股还是台股 其实面临都一样的处境 就是来自于 外资的系统单卖压 它是不断呈现的 但区别就在于 台湾人自己把股市买到现在 刚才跟全球 我们看到台商回流 又有一定的相关程度 这取决 取而代之是什么 是当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 尤其是亚洲金融中心 地位的没落以后 它就会有取而代之的现象 我们看现在 全球在金融指数的位阶 第一名还是属于纽约 第二名就是伦敦 第三名本来是香港 现在已经被新加坡手超越了 香港当时英国用了100年 才把它打造成金融中心 但中国只用5年 就让它到第4名了 所以这大家来观察了 因为我们要观察 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还是一个长期的局